這是洪內湖來的林小姐 是市館銀額做成功 她呢是因為 她本身是在中國石油的加油站工作 那她考了我一個問題就是 蔡醫師我現在做市館銀額做成功懷孕 我在加油站會吸到揮發性氣油 你大家跟我去加過 摩托車然後汽車加過油 也會一種很嗆的那種揮發性的氣體 請問在那邊工作的人 一天到晚在那邊工作 至少八小時她不是加油的 但是她是加油站裡面的行政人員 也是會吸到那些氣體 就是整個地方 整個加油站下面都是油庫 會不會 我一查竟然是會的 結果她要我跟她開醫師證明說 她五十歲市館應該成功懷孕 所以為了避免斯泰爾畸形 她要求調離交友站這個工作 本來她要留職停薪 我說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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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留職停薪還是 你還是有工作好 後來她是調到總部的辦公室 那這樣的話就沒有去遊會 所以早期的發言其實交友站少去 那這個你如果問我說五十歲市館銀額 要如何一致成功 你該知道我自然會教你 怎麼五十歲一致成功